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没有足够人手、资源或专业的知识来维护 常年处于日久失修状态 而今年的财年预算中 为水利基础设施提供了5亿元拨款 州府将继续帮助每个社区获得所需的财政援助 让未来几代纽约人都能获得清洁用水 过去几年 州府一直致力于加强全州范围内的水资源清洁项目 包括长岛湾、研究投资、帮助支援多年期的化粪池 系统改善计划和拿骚菌的流域减碳计划等等 纽约市出租车管理委员会TLC日前宣布 网约车司机将在26日中午12点到凌晨12点 在拉瓜地亚机场发起罢工 抗议网约车公司压榨司机工资 Uber和Lift司机周日将在拉瓜地亚机场外集合 从周日下午12点到凌晨12点暂停拉瓜地亚机场的订单 此外还将在机场外设立警戒线 封锁其他汽车和出租车通行区域 TLC表示 网约车司机的收入微薄 通货膨胀导致生活成本和营运成本不断升高 但网约车公司利润却大幅增长 甚至企图通过上诉继续压榨司机工资 去年11月TLC通过涨薪方案 计划为网约车司机每分钟工资增长7.8% 并规定12月19日开始实施 Uber公司认为涨工资幅度过大 提起诉讼 同月 马哈顿高等法院下令暂停加薪计划 禁令出台后 网约车司机曾发起两次罢工 而26日在拉瓜地亚机场举行的第三次罢工 市抗议网约车公司通过诉讼阻止加薪 市出租车管理委员会将于3月1日 就网约车司机的加薪问题再次举行听证会 根据纽约市警消息 布朗市一名7岁女童 周二被其祖母刺伤多刀 目前仍在留意 情况稳定 警方今天控告女童的祖母杀人未遂 非法持有武器等罪名 警方表示 事发在周二早上8点14分左右 位于布朗市莫里萨尼亚东165街的公寓 传出了尖叫声 当局街报赶到现场后 发现一名7岁女童胸部和颈部多处被刺伤 并因失血过多昏迷 据了解 女童有4岁的妹妹和叔叔 周一从新泽西州前往纽约市 探望居住在布朗市的祖母约格 事发时 女童的叔叔刚醒来 发现约格刺伤了其侄女 随即报警 附近居民表示 见到警察抱着一名满身是血的女孩 从公寓出来 然后乘坐警车前往医院 目前 女童已完成输血手术 情况稳定 警方称 约格已被捕 并在公寓内找到疑似凶器的刀 她被控谋杀未遂 袭击 非法持有武器等多项罪名 资料显示 约格曾有精神病史 需要接受心理评估 MTA周二举行董事会议 并公布最新乘客满意调查结果 数据显示 各方面的乘客满意度 都有所提高或维持在高水平 这项半年一度调查 从去年秋季开始 涵盖地铁 公车 大都会北铁和长岛铁路等公共交通 调查结果显示 地铁乘客满意度为54% 比2022年春季上涨6个百分点 公车满意度为64% 上涨1个百分点 大都会北铁路满意度上升2个百分点 达89% 长岛铁路维持在81%的高位 此外 因安全问题而减少搭乘地铁的乘客 则从去年春季的61%下降到去年秋季的44% 表明地铁的安全性正不断提高 自去年10月开始加派地铁巡警 过去4个月的地铁犯罪率较去年同期下降10.8% 市公共运输局局长戴维表示 目前每个工作日的地铁客运量超过300万人次 已经超过疫情前客运量60% 数据表明 公交系统的服务可靠性 后车时间以及车程时间都有所改善 但在意外延误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